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的是同一款 莫宝龙大师杰做系列钢底 令人联想似乎有助统一的寓意 莫宝龙大师杰做系列书写工具 于1924年首度推出 短短数十年之前 它越升当代经典设计的地位 连美国牛越当代美术馆 也肯定其手工艺术的完美境界 将它列为永久产品的一部分 近百年来 许多政治 商业与文化式的重要场合中 莫宝龙都扮演特别的角色 国际性的协定 企业的创立 重要的证书 珍贵的书籍 关键的支票 或是关约的证书 往往都是以莫宝龙大师杰做系列书写工具书写完成 使用莫宝龙大师杰做系列书写工具的刺贵人士数量极多 包括约翰甘奈迪 克兰国王威廉亚利 山大 威廉曼里克兰德 余王妃 麦希玛 P-R-I-N-C-E-S-S-M-A-X-I-M-A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英国查尔斯王子于戴安娜王妃等 金正恩当日也以莫宝龙大师杰做系列刚底 在和平之道柜壁库写下崭新的历史从现在开始 意义重大 金正恩的分比于东西德 在1990年结束统一宣言 使用的是统一团 美联社北韩领导金正恩 作于南韩总统文 在银签下板门店宣言 路透墨宝龙大师杰做系列要赐救经典刚底 墨宝龙机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使用墨宝龙大师杰做系列经典刚底 墨宝龙机工和兰国王威廉亚利 山大 作于柏林会议上 余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课会面 使用墨宝龙大师杰做系列经典刚底签署文件 墨宝龙机工美国总统欧巴马 拜访德国与总里莫克尔会面 使用墨宝龙大师杰做系列经典刚底 墨宝龙机工 1963年美国总统甘满提亲首帝 向墨宝龙大师杰做系列 149经典刚底给德国总理 墨宝龙提供 墨宝龙大师杰做系列经典刚底签署文件